直接伸出來就恐怖了 直接帶走了他的魔女布 這時候上去轉 哇靠 哇 應該是可以先手啊 那直接把他的鼠冠沉默 我覺得就贏一半了 幹打歪 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炮 歡迎收看 平民這樣玩 今天呢是我小號 開服的第71天 阿炮終於忍不住了 我發現沒有快速作戰 那個等級真的很慢 所以呢阿炮是把這個月卡給刻了出來 自從這一刻下去之後 阿炮的高級招募令 就變得蠻多的 再來阿炮的元寶也存到7.1萬了 現在等級是來到了130等 等到我們135等的時候 不知道啊 可不可以存到一個10萬 到時候直接搞出兩套符石 嘿嘿 好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不妨先幫阿炮點一個讚 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你就可以收到阿炮最新資訊 我們廢話不多說 正片開始 直接LEGO 好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阿炮的每天花元寶花在哪 現在呢一樣就是把這個快速作戰刷到看到200的時候就挺 然後剿匪的部分呢也會花元寶去接 只要有稀有以上我就會接 再來日常副本呢 阿炮的武將副本是會去花元寶去刷的 因為現在還蠻缺肥料的 再來聯盟挑戰敵將挑戰的部分呢 因為是有機會到前三 所以有時候阿炮是會花一點小元寶去拚一下 再來阿炮好像就沒有其他地方會花到元寶了 有啦就是每天的高級招募令24元寶 冰法如果出現敏捷是用元寶買的話 阿炮也會買 因為敏捷真的很難出 再來神秘商人這一邊呢 阿炮的小號也開始買180萬的四星武將碎片 還有100萬的龍魂 主要是看你的金幣 銀幣銅幣 這是銅幣不好意思 主要是看你的銅幣多不多啦 如果在前期很缺的時候呢 就不建議去買四星的 還有就是100萬的龍魂 再來每一周的這個叫做什麼 每一周的圖騰之魂 還有那個諸侯印記 一定要把它換滿 那像這一次阿炮可能就換不滿了 看等到禮拜天的時候可以換多少個 就換多少個 阿炮在這邊只講一些比較重要的 那如果要看比較仔細 每個要換什麼的話 就可以去看基神系列的影片 然後再來我的輪迴商店換了沒 已經換了 那這邊阿炮是比較推薦換神龍奪寶券 精煉石還有龍魂玉這三個 其他都不推薦 再來武將轉換的部分 在前期 在前期我覺得可以投資 但是到中後期的時候就不推薦了 中後期是什麼時候 我覺得大概你武將都有到十星的時候 就不推薦再一直去轉將了 那現在阿炮的陣容呢 目前是缺肥料 目前只要把黃月鷹上到十一星 那我整體的速度又可以再往上拉了 現在就是卡在黃月鷹 好那我們就來準備 開始今天的抽抽囉 阿炮 氣再 來 來來來來來 欸不要 不要第一次就 不要喔 喔還好還好 嚇我一跳 我想說 每次 常常第一抽就是 我真的受不了阿 喝個酒壇 轉個運 阿這個應該等 抽到那些垃圾東西 我們再來 再來轉運 來 阿炮 氣再 來來來來來來 欸沒有雙黃蛋 那給我魔關與神助格 哇靠 連兩隻髒合阿 真的假的阿 那我們來 寶比寶比寶比 寶比 呀 我呦 呀 欸 沒有阿 阿炮 氣再 來來來來來 欸 有感覺了 我有 幹 幹 我有幹 對 怎麼感覺今天好像不太好抽阿 那我們先來這邊開一開好了 好 是 成 成 成 哇 神周雨欸 哇操 真的假的 神周雨超難抽欸 氣再 來 阿 靠杯 胡鬚章 這邊來一個 魔關 魚 靠杯 董肥 阿我到現在只有一張張了 我都不知道我這個抽下去 要喊誰了 怎麼辦 那就隨緣 隨緣超 來 來 幹 又是董肥 哇操 董肥總不會剛在這裡 然後又跑來這裡吧 沒有這種事 氣 戰 來 靠杯那來個假許更爛的我無言 這邊來一個神諸葛好不好 神諸葛 神諸葛 靠杯阿 這邊來一個屬豬葛 欸 欸 呼呼 是不是 看來 今天工程師有在看台喔 欸 是不是 工程師 謝謝 木關羽 幹 阿不是說好看台欸 好 試 成 雙 欸 今天超多 超多衛國欸 神諸葛 剛剛來一個屬豬葛 現在來一個神諸葛 對 不對 幹 怎麼是一堆神皇宗阿 好 我們來這邊湊一下 阿炮 7 Z 來 來 欸 真的有三胞胎嗎 哇 怎麼有趙雲阿 我覺得那三胞胎是不是都修圖阿 我這輩子真的還沒抽過三胞胎欸 可以可以可以 都沒有看到垃圾東西阿 不要來喔 唉唷 沒事沒事 哇 今天感覺還不錯欸 這抽卡的感覺 來 好 是成 雙 哇 神趙雲 哇 神趙雲這樣可以上十一星了欸 這樣有點尷尬欸 哇 靠腰 周瑜欸 神諸葛來嘍 欸 三隻都黃鐘阿 太扯了吧 阿炮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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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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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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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月鷹 因為這樣就有三屬嗎 有三屬的話我聖氣 就可以集中投資了 畢竟如果只是平民 真平民的話 這聖氣之魂真的是很少很少 再來我們就要讓我們的月鷹上到11星了 在哪邊 這邊 來開課 我們直接把這個神高順給剋掉 然後這邊剛好剋掉一個六星的月鷹 我們之前已經合出來了 好那11星月鷹就要 出來囉 哇 哇 這樣我的速度就可以再往上拉了 那既然我的月鷹速度要最快就直接把他升滿沒有關係 月鷹的速度上去之後呢我的魔關跟鼠關就不用降速了 我們來去把他直接往上拉 看可以拉到多快 那在這邊鼠關的 魔關的話好像帶精準跟致命好像不錯 致命沒什麼用 看速度類有沒有比較好用的 龍魂 終極滅殺好了 好不好 可以讓人家沒辦法復活 或者是帶一個終極金剛跟減速 這不錯耶 對不對 金剛加減速 金剛的話如果遇到對手有帶霧蓮 法蓮 還有必殺的話就可以減傷9% 那這三個技能呢還蠻多人都會配的 那在減速的部分呢可以亂了對手的速度 那我們現在的魔關速度來到了1997 那我們的鼠關速度就可以再往上拉 至少可以拉到1997 1996OK 好那現在阿炮的陣容呢 黃月英是1速 再來是魔關2速 鼠關3速 其他就不管速度了 那這樣呢我們整體的速度又往上拉了 現在又卡 卡在這個魔關 所以下一個會想要升到11星的對象呢 就是以魔關為主 然後再來看 朱葛可不可以練起來 練起來之後呢 他就可能會取代這個下猴敦 好那我們就來打一下跨國征戰 喔不對 至尊段位賽 來看一下今天阿炮可以爬到哪裡 阿炮氣再來 氣再來大隊來了 善哉善哉 是一個255萬戰力 那這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了 接下來到135等就好玩了 因為整套符石就可以直接生出來 直接生出來就恐怖了 哇直接帶走了他的魔女布 可以可以 這個傷害OK阿 其實我在想 乾脆我直接把這個 下猴敦拿下去好了 不然這樣子我的黃月英就沒有加到攻擊 哇我的魔關切下去也是蠻痛的 蠻痛的 雖然可以切了半條血 欸 不聽阿 張療 還要他的張療沒有太大隻 那這邊呢 我發現我的黃月英很容易被暈 還要他的張療 只有 應該是只有九星嘛對不對 沒事沒事 善哉 善哉 對啊我覺得我這下猴敦 我不要再拿這個無數buff 我覺得已經還好 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 現在反而是吃到這個黃月英的buff比較重要 好那我們來稍微調一下陣容 那下猴敦就直接讓他下去睡了 下去睡 下去蹲 哈哈哈 然後我們的佈陣也是這樣子佈好了 就是讓黃月英在中間 或者說可以讓黃月英在後面 然後 魔關在前面 可是我覺得 魔關太軟了 他站在這邊根本就是送死 再來 掰掰 剛戰力多少沒看到 對手鼠關也是12星喔 不過沒有陸訓減速應該沒問題 這時候上去轉 哇靠 哇 怎麼不太痛啊 結果他的更癢 可以可以我覺得可以 他的鼠關剛切下來我嚇一跳 結果好癢 哈哈 然後是沉默到了對手的神諸葛跟張癢 那他們兩個就只能用普攻 哇直接切 哇可以喔 舒服喔 這切下去真的痛啊 只是 鼠關有點可惜啦 剛剛應該是魔關去切神諸葛 然後鼠關去切他的張癢就好了 剛剛變成兩個人都去切 好這時候對方都殘血了 我們的趙癢也是打蠻痛的 神趙癢 那如果你們有練鼠關極限鼠關會發現 常常被張癢打死的話 可以考慮讓神兆的攻擊力 比鼠關還要高 因為神兆真的是還蠻克張癢的 那我也有考慮要把神兆練上去 到時候再看吧 到時候再看情況 不過我有陸訓在的話應該是還好 就沒有那麼怕張癢了 哇 我這鼠關還沒有服食整套出來 打起來就蠻痛的 那我們現在是進到了100名 好再來 好像把下猴敦換下去比較好 神魔魔鐵爐 我還以為是神魔華鐵爐 那對手的陣容一樣是 鼠關 那希望我的鼠關 應該是可以先手 那直接把他鼠關沉沒 我覺得就贏一半了 幹打歪 他的鼠關打得也蠻痛的 可是他速度沒有配好 就是他沒有先讓神諸葛下招之後 讓那個 鼠關癢吃到buff 哇 幹 不要把我月鷹幹死啊 他是我的核心 核心中的核心啊 恨星的恨星 OKOK 都沒有暈到人 可以可以 在第五回合我的速度應該還是比他快 那就應該差不多 他屬豬還蠻坦的一直閃避 好煩喔 我的神兆打不痛 準備要來到關鍵的第五回合了 不過第五回合如果我的鼠關沒有沉沒到他的鼠關的話 我的月鷹可能會傻佑娜娜娜 所以鼠關你不要再混了好不好 靠你了 鼠關 怎麼他比較快 他的鼠關比較快 哇 可是他鼠關打起來好像沒有那麼痛 啾啾的 然後還魂起來剛好被下猴盾收頭 哇 剩下一個神豬狗了 可以啊 哇塞 是不是 這樣就越戰了 這就是有極限跟沒有極限的差距啊 雖然一樣都是12型 但是我吃了魔關的破甲 又吃了月鷹的buff 這打起來感覺就不一樣 像他的鼠關好像是一束 那就沒有吃到buff 只有自己的第四招buff而已 好那最後呢 阿炮來跟大家講一下 因為還蠻多人問說 究竟神豬葛跟魔關 要先升哪一隻 這個是阿炮最常遇到的問題 那有時候也是蠻難回答的 因為每一個人的卡池不同 那像我呢 我抽到的魔關比較多 而且我現在魔關已經到10星了 那這時候呢 我就不會再回頭去練神豬了 這個就等以後 以後我們慢慢再把他練起來 畢竟我現在要讓我整體隊伍更強的話 我的魔關必須要上去啊 就是他必須要上到11星 他上到11星他的速度才可以再往上拉 他現在這個1997已經是緊繃了 除非啦 除非我有學到一個 高級的敏捷 或者說以後的那個 以後速度圖騰 那阿炮呢 現在雲台的積分有120點 等於說也快可以再換出兩隻魔關了 不過我還是會先抽啦 以先抽 看進什麼牌為主 欸搞不好我之後抽到 三個神豬啊 對不對 哇敏捷 謝謝謝謝 哇兩個 哇靠 哇 真的假的啊 以後我這一個 我這個叫什麼 冰法 都留來拍片的時候再來洗好了 哇靠 太爽了吧 那現在阿炮的敏捷 又有三顆了 哇好舒服喔 那這應該 就可以留給神豬閣了 那這樣就讓我有 就有點變動了 因為現在我這個敏捷 再一顆 到時候神豬閣就可以直接把他上到終極 然後再給他塞一個速度圖騰 欸那他其實10星的話 甚至9星他的速度搞不好就可以拉得比數官還要快 那就再看情況了 畢竟我們現在神豬閣也只有一隻 要上到9星也還要再換兩隻 欸 剛好可以換兩隻耶 不過我們剛已經把那個 神高瞬當肥料池了 有關係 那我們就再換一換 我們等到神豬閣可以直接上10星的時候 我們就直接 一口氣把他生出來 好那阿炮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這邊 希望阿 對你們會有幫助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方留言板提問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阿炮我們 下集再見 掰掰 拜拜 Settings 之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